嗨大家,我是伊恩,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前陣子去打飛索 術後呢,我連續七天使用 赫莉娜的綠寶瓶還有黑繃帶 我的肌膚狀況到底怎麼樣 打蠻強的,打到是會有點剩血的那種狀態 我想說我肌膚這麼的脆弱的情況下 到底修復效果有沒有 他講的這麼的神奇 有一次刮鬍子,然後不小心刮到 插黑繃帶各天 修復力真的是還蠻驚人的 這邊都有多吧,那時候我發IG 我就是厚服一個晚上隔天起來 痘痘真的有退紅很多 剛好呢,這次摩檔想要買 瑞娜的產品啊 還是你想要買綠寶瓶啊 因為最近他好像也有開始一些夜配 有興趣的話就繼續看 現在剛做完臉 拍一些紅紅的 就是這邊,這邊 比較大顆的一些痘痘 然後白色這個是麻糕 等一下時間到了之後 就要把它卸掉,準備打雷射 現在的樣子呢 是我剛打完雷射之後回到家 你會發現會有像這樣 有點一格一格的狀態 第一天不太能夠洗臉跟碰水 所以我會在明天開始可以洗臉的時候 連續用綠寶瓶加黑繃帶 實測看看他的修復力 怎麼樣看一下我的皮膚的狀況 就是鼻頭這邊有請醫生幫我做加強 所以會有一些腎血的情況 然後還有現在看到他有一點點 烤肉架的這個狀態 是正常的 因為我這次打的機器是 比較新型的機器 所以他的密度比較高 就會是像我現在這個狀態 然後我有請醫生在我這邊加強 所以看起來呢 就會比較誇張一些些 術後注重保濕懸 單純只有保濕效果的面膜 然後會先敷全臉 OK 敷完臉之後 雅樣的活泉水 噴全臉 我現在看了鏡頭就很好笑 因為這邊是沒有打的嘛 所以就會看起來很像一個墨鏡還是什麼 膚色墨鏡 我自己打雷射的習慣是 冬天的時候打 因為冬天打雷射 或是比較冷的天氣打的話 你會比較好照顧 稍微吸收後呢 我就會開始擦精華液 之後呢就來擦黑繃帶 之前有開箱過嘛 黑繃帶的質地比較厚一點 所以我會沾在手指 潤開之後拍上去 皮膚現在暫時還是很可怕 尾期七天的實測 然後看看 它的修復效果到底怎麼樣 我們明天見囉 術貨的第三天 給你們看一下我現在的膚況 衣啊已經開始 脫皮 泛紅的部分還是一樣很明顯 今天一樣是敷這個 面膜質很舒服 敷完之後的保濕膏 我自己覺得還不錯 再來的話是它沒有任何的奇怪的味道 15分鐘 敷完臉了 開始來上 精華液 一樣是 綠寶皮 現在突然給我下大雨 我不知道 麥克風會不會把它應收進去 如果有的話 就是先跟大家說個抱歉 突然下大雨 我也沒辦法 我請醫生幫我就是這邊特別加強嘛 所以 現在這邊看起來有一些 就是出血點 所以我等一下應該這邊會再厚敷一下 就更新到這裡 然後 會再連續個好幾天 那再看看我肌膚的變化吧 明天見 我發現蠻厲害的就是 你們可以稍微看一下 就我的 臉的那個 泛紅的地方 已經好很多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 擦黑繃帶跟那個 綠寶皮的關係 所以 你看我昨天這邊還很紅 就是有家常的這邊 就是聖血的地方還很紅 可是今天你看它 就 消紅的蠻多的 然後 可是因為脫皮的話 就慢慢開始會嚴重 根據你打的天數 它會開始慢慢的脫皮 然後 一樣還是會覺得很乾 所以就是一定要注重保濕 白天的話呢 就是要注重防曬 一樣從 面膜開始 其實我一直不知道這個棒子到底是要 這樣挖還是 後面這樣挖 我已經忘記是第幾天了 反正就是 繼續的實測 赫蓮娜的綠寶瓶還有黑繃帶 泛紅的效果又比較改善 我覺得用量足夠或者是 稍微厚敷的話 我覺得它的修復效果是很明顯的 今天的皮膚的狀況 好 我覺得比前幾天真的是好蠻多的 整體來說就是可能 泛紅啊 或是肌膚的轉空 我覺得 嗯 好的大概有 六成多左右 更新一下今天的膚況 發現修復的效果蠻驚人的 第一兩天那種泛紅啊 或者是那種 出血點的地方 其實已經好蠻多的了 嗨大家 今天是實測的 最後一天 然後 先給大家看一下 我現在的膚況 總體上來說呢 我覺得修復已經有 近八成了 當然還有一些 部分 比較小的結架還沒有修復好 跟我以往 差一般的 保濕型的產品來說 我覺得修復力已經很驚人了 那七天使用下來呢 可以明顯感受到你的肌膚 在 這麼敏弱的情況下 慢慢的變強壯 可能沒有馬上改善我的那些 脫皮 或者是傷口的問題 但是 我連續使用七天之後 肌膚狀況其實都還蠻穩定的 沒有讓我 亂長怪東西 或者是他沒有讓我修復的 不好 長期打雷射 或是肌膚會有去 做一些 醫美的朋友啊 修復力呢 我覺得一定有 如果你把它 放在是一個 你覺得是抗老產品的話 那我就覺得 有一點沒有這麼的 符合他的CP值 有沒有一定要買 我覺得看個人 因為畢竟他 蠻貴的 就是他 一貫霜也是破萬的價位 所以 有其他方式可以去做代替 但 如果讓肌膚的穩定度 跟強壯度的話 我覺得他是讓我蠻有感的 我就連續七天 早上晚上全部 就只擦 這樣子 然後跟化妝水 我其他東西都沒擦 然後跟 早上注重防曬 這樣 其他的抗老什麼的 我自己是沒有 太大的感受 譬如說可能 紋路變少還是覺得有緊直拉體 這些東西我是覺得 沒有那麼的明顯感受 所以 如果你想要把它放修復 那我覺得你可以買 可是如果你是想要把它放在抗老 那我就覺得 有其他產品可以做選擇 那這邊跟大家分享一下 還沒買他們之前 我就已經開始在打雷射了嘛 術後的話 我會先噴雅漾火全水 他在鎮靜 書名的這一方面 是真的蠻厲害的 精華液的部分 然後我非常的奢侈在用 我都會挑那種 單純保濕 不會有什麼緊緻啊 拉體那一些的 HC的 V5的這個精華 我覺得還不錯 但他有點黏 所以如果你 會怕黏的人 這個我就沒有那麼推薦 我這支怎麼用呢 我基本上 我的用量是一支 大概一個禮拜 我就用完了 我每天洗完澡的時候 噴完雅漾 先擠三到四下擦全臉 再按兩到三下 再梯子不會加強 最後最後最後 我會再按兩下 然後敷在 兩頰跟梯子的位置 所以 我基本上 一個晚上我大概會擠 大概十下 以上 的 的量 然後來做精華液的後敷 所以 通常這個我大概一個禮拜 就用完了 嗯 不會選那種很貴的 保濕精華液 我基本上就是會選那種比較便宜的 然後CP值高的 那除了這一款的話 我其實還蠻推薦 尼奧絲翠的 有一罐 之後看有沒有找得到 照片我再放旁邊 就尼奧絲翠的那個 它是 玻尿酸精華液 它的話也是沒有顏色沒有味道 那我覺得用完之後 它也沒有讓我長怪東西 而且保濕效果 我覺得還不錯 那 它的話比較沒有像這個那麼黏 它是比較水狀一點的 所以如果你會怕黏的話 我覺得你可以試試看那一支 這支的話 我自己覺得還不錯 可是這個的話 我就不建議你在妆前使用 因為 我發現它會有點起血 可能會跟你的底妝打架 所以這個的話我就是 只有在肌膚很敏弱 或者是很不穩定的時候 我才會敷這個 那 再來的話 有時候我會再敷面膜 我通常就是 精華液直接後敷到底之後 我就不會再擦乳液或乳霜了 我就會直接讓它有點吸收之後 我就會直接去睡覺 那就是看個人 我的習慣是這樣 面膜的話 我會敷 這是Dr.Jot的這個 它沒有那種很濃烈 韓國的彩妝品的那種氣味 然後面膜紙的話 還蠻服貼的 而且是很薄的那種 不會很厚的那種面膜紙 就敷起來蠻舒服的 然後保濕度我覺得還不錯 有在看我的IG的話 這個我真的是 應該是目前期中前三明白 因為它也沒有什麼任何氣味 然後面膜紙也很舒服 重點是它也很保濕 所以 我有時候順序會顛倒 洗完澡之後 我會先噴牙喉泉水 噴完之後 我就會先敷面膜 那敷完面膜之後 我就會後敷精華液 然後就直接去睡覺 早上又注重防曬 所以基本上 我這樣照顧下來 沒有反黑虎的 是讓我的狀況更惡化的情況 你是剛好也會去打雷射 然後你不知道怎麼照顧的話 可以參考這個方式 用精華液去厚敷你的臉 希望這支影片呢 你們會喜歡 我們下次見 掰掰